我想在这边我必须要非常严正的说 知识会的卓振宏执行长在国会公然说谎 他所说的这一段话绝非事实 这里我提出一个证据 这是我在2012年12月18号 和我的当时时任的直属主管们的一个工作进度回报的邮件 在这个邮件里面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下面是我 就是跟我在美国派驻工作的时候 我跟着的主管回报我的工作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个工作回报的时候 其实我里面就有写到 我在美国西西纳提大学的这一个 我们的深度的合作的一个状况内容 大概是怎么样 那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回函呢 就是当时时任直属会副执行长的拱仁文先生 他特别写到 宏安谢谢 目前工作与学业的状况如何 适应还好吗 那这封邮件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他CC的几位主管 包含是工人文本身是资策会副执行长 杨仁达是创研所的所长 严君泰是创研所的主长 这三位都是宏安当时是基层员工 甚至可以说底层员工的直属主管 全部在列 所以资策会的主管事实上 在我赴美派驻工作学位进修的第一个学期 就全部都知情且同意甚至主动关心高宏安 在美国进修学位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相信在回到当时我们看到10月19号 我们现任的卓振宏执行长 公然在国会说 问了主管 主管说不知情且没有报备 违反职场伦理道德 我想这一段话 是真的非常恶劣的在国会中公然说谎 我所提出的邮件都是有证据的 所以呢 在这部分我也希望资策会 着正宏执行长可以来跟我道歉 说你们当初在国会所说的这一段话 指控高宏安违反职场伦理道德 没有在前三学期报备完全就是扯谎 这还不只是资策会的第一个谎言而已 我们在看到资策会昨日的声明说 高宏安违反兼职 里面特别提到说 在2015年 他所指控兼职的这几个事件 包含2015年的10月 2016年的6月 2017年的8月 他所指控的是高宏安 以科制企业业务处处长的职称来参与活动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很奇怪的一件事是 科制企业在2014年参与亚太区 还有包含Intel Global Challenge 这两项国际性的比赛 日前呢 其实也被网友翻出来 我在参加全球比赛 全英文演讲的影片 值得庆幸的是 当时本来才只有大概几百次的点阅率 在短短的时间内 已经冲刀到5万多次的点阅 为什么会冲到这么多 因为大家发现 自策会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知情高宏安以科制企业的这样子一个代表身份来参与这个全球的比赛 而在这个情况之下 自策会竟然还可以说不知情高宏安在科制企业所做的活动 这实在是让人体笑皆非 所以我们再回到自策会的声明可以看出一个猫腻 自策会声明里面竟然刻意的忽略了2014年的这一次最正确凿 如果他硬要讲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为什么他在这里没有写 他在前一段声明的前一段已经明确的写到说 高宏安是协助科制企业来进行辅导 他是科制企业是资策会的衍生公司 那我也要跟大家讲 其实资策会的衍生公司这件事情呢 是资顶创投 也就是资策会的转投资公司 投资了科制 所以其实在科制里面 可以说有资顶的股份 一级也有资策会 这样子的一个转投资的股份 那我也要跟大家讲 其实资策会一直在提到说 高宏安不当兼职 我想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兼职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高宏安在科制所执行的这一些工作 都是高宏安在资策会任职期间 主管所指派的工作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所做的事情 都是我在资策会任职的时候 主管要我去做的事 主管都知情 而且重点是 我没有支领科制企业的薪水 如果今天你要指控我兼职 请问我在这个兼职的定义上 主管也都只知情 主管只派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没有支领科制的薪水 想请教一下 资策会 你用哪一条哪一点 来打我不当兼职 你在前面也看到他的声明写到 资策会不知道我投入了多少公时 资策会不知道我到底是上班时间下班时间 我告诉各位 这代表的资策会管理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告诉大家 如果说今天资策会 他打兼职 我们再回到这个声明好了 这个声明里面写到 资策会认为我违反本会兼职规定的是 2015 2016 2017 这个身份出席 如果说今天他只是在讲说 你用这个科制企业业务处处长的身份 我在这里再提出另外一个 我们内部的电子邮件 这个电子邮件是在2015年10月的时候 当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有资策会会内的主管 还有衍生科制企业的总经理 这一个对话的过程 这边特别写到 请用科制企业业务处处长鸿安 上面企划处回函 谢谢 配合处理后续 所以在这邮件里面 资策会内部的主管 企划处 科制企业三方都知情 高鸿安用科制企业业务处处长 来继续 从2014年的这个 我们讲说亚太的比赛之后 也2015年继续使用 科制企业的这个职称 来进行相关的衍生公司的辅导 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 在这里面有一位是这一位 BB邱这一位 这一位是当时时任鸿安的 直属主管的资策会 中区处处长邱宏胜先生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直属主管都知情 我的直属主管甚至是建议我去做这样的事情 请问高鸿安在做资策会份内的工作 到底什么叫做兼职 高鸿安没有领科制企业的薪水 为什么叫做兼职 我也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资策会在10月19号 卓振宏执行长在上台答询的时候 当天资策会就已经去电给科制企业 询问高鸿安有没有支领科制企业的薪水 科制企业回复他们 说高鸿安没有领科制企业的薪水 但是从10月19号到现在 资策会仍然要用这样影射的方式 用声明来告诉大家说 高鸿安可能有领资策会的科制的薪水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大问题 你既然都已经去查证 你也去求证了 为什么你不对外说明 还要用这样影射的方式来伤害一个 过去对你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工作的一个员工 再来资策会的官方网站上面 在2015年10月16号的时候 用科制企业业务处处长的职称来称呼高鸿安 这是一个还放在资策会网站上的资料 大家可以用这个网址去查询一下就可以知道 如果下架的话至少我还备份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新闻稿 已经特别写到了在参加这一次的 Frost & Sullivan的这个新加坡的国际大奖 获得了奖项 我也必须特别讲一下 这个奖项是资策会与科制企业同时获奖 所以我当时出差的任务 其实也同时代表了资策会 去做演讲以及颁授这个奖项 再来资策会的电子报 内部的电子报以科制企业业务处处长的职称在这下方 所以在资策会内部电子报也都在2015年的时候 就公然的公开的说 科制企业业务处处长高鸿安表示 所以我们终整了这么多的证据跟公开的资料 我想资策会真的难辞及就说 他不知道高鸿安在做什么 他也难辞及就说主管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鼓励跟建议 这些都是我的证据 而我也必须要说 大家用简单的逻辑思考一下 今天所谓的不当兼职违法兼职 他不是应该是一个偷偷摸摸的行为 我偷偷摸摸的我不敢让主管知道 我其实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兼职 哪一个人会像高鸿安这样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不当兼职 怎么会资策会的官方网站 资策会的YT频道 资策会的电子报 经济部的网站 经济部的专书 总统府的网页 都在表扬高鸿安 在资策会所服务 创造出来的产业贡献跟成果 所以最后我必须要说 装睡的人叫不醒 装瞎的资策会是看不见的 我在任职资策会 从2008年到2018年 将近十年的期间 我每一年考基石优等 我也获得了各项 我们资策会内 国家级的奖项 国际级的奖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陆陆续续 有很多网友翻出来 不管是总统府的网站 经济部的网站 资策会的网站 甚至是我们看到 出版的刊物里面 年报 都可以看得到 高鸿安的成果 被这一些官方单位所表扬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这样子一个成功案例的时候 没有想到 当年的基层员工 甚至可以说底层员工 我真的是我的主管列出来非常多 不包含刚刚 不仅仅是刚刚列出来这三个 我当时2012年当时的主管 资策会的创研所的组长 严君泰 资策会的所长杨仁达 中间还有一个主任洪玉祥 再往上还有资策会的副实行长 龚仁文 再往上还有执行长 再往上还有董事长 高鸿安只是一个 底层到不能再底层的员工 而这样子的员工 努力了快十年的时间 创造出这么多好的绩效 创造出这么多国家肯定的成果 却因为一场选举 倒数一个月的时间 要把他打到一个不当兼职 明明就是呈主管之命 认真完成主管交付的工作 主管权述之情 证据都在这里 却还是要在离职多年之后 因为一场选举来进行抹黑 甚至扬言提告 我希望现任的卓振宏执行长 不要因为政党的压力 不要因为你个人的仕途 而去毁掉资策会 当年在创造培育资通讯人才的苦心 不要毁掉当年 被资策会 被经济部 被总统府 被国家肯定的 一个基层的员工的努力 这样子的结果 真的是让人一笑大方 我也相信 所有有逻辑 有知识 看得懂的选民 都可以知道 这些证据摊在阳光底下的时候 资策会的嘴脸 到底有多么的丑陋 要去追杀一个基层员工